我是朱建文 那你可以叫我Gary 那我今天就是要講這一個TOP 那這個主題適合的 就是假設你今天遇到的層次上有瓶頸的話 我肩膀就很適合了解一下這個東西 那他這個東西幾乎很困難 可是他又很好用 所以他適合從入管到進階都很OK 然後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曾經是個分位Engineer 那後來就是近幾年 是成為bed-end engineer的那樣子 那目前是財報狗的CTO 那就是這有我們的Vlog 然後還有一些連結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稍微簡單介紹財報狗 財報狗其實就是 簡單講我們投 就是提供了散戶投資人 一些投資上的工具 那幫助大家就是說 其實簡單講就是放大家賺錢啦 那如果你今天 你有想投資的標的 那你可以透過我們的工具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一眼就看出 這一個股票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適不適合投資 那如果你不知道投資什麼標的 那我們也有提供一個過 就是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一個我們經過一些統計 那發現這些股票是 就是未來可能一定時間內 它比較容易長的一些股票 那這是我們的一些著作這樣子 OK好 那這是我 outline 就是首先我會針對就是說 火焰圖的應用場景先跟大家介紹 那什麼情況會適合用這個東西 那再來是 就是在介紹火焰圖之前 可能會有一些 要先了解的知識 那我會在這個section 就是介紹給大家 那再來就是 就是針對火焰圖的細節 那還有如果解讀火焰圖 那我會在這部分 就是做一些說明 那最後就是會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怎樣去產生火焰圖 那這部分是用Ruby 當那個範例 不過其實這個東西很簡單 所以其實你不是寫Ruby的話 可能稍微上網查一下 也都可以很容易 就是找到就是一些辦事 教大家怎麼做這件事情 所以不用擔心 好 那 講到什麼時候要用這個東西嗎 就是 大家可能都會有些經驗就是 奇怪我的程式怎麼這麼慢 那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要怎麼找出很慢的問題呢 通常初學者 那最無難的方式就是 OK 假設我今天有這段code 就是很慢 我想要了解它 它花多少時間 那我可能就在它執行前 先殺一個當下的時間 那執行完再去 OK 再去取得就是執行完後的時間 那把兩個時間相減 你就知道這段code 你花多少時間啊 那你可以再去評估看看 這是合理的嗎 這樣子 可是 這缺點就是 當然沒有效率嘛 如果你想想看 你的 要量測的code 如果是成千上萬糖 那你要怎麼樣找出真正的 那個慢的地方在哪裡 這很不實際嘛 那還有一些其他方法 假設你今天也是寫網站服務的好了 你可能對 像New Relic這樣的服務 你就蠻熟悉了 那 這很方便啦 就是你只要裝上他們這個 密尼套件 那 你的所有的網站的API啊 然後你的一些code performance 基本上就會幫你統計好 那這東西它的缺點就是 它通常只支援網站型的程式 所以 如果你的 你想要查的code 是一個 run running的 一個process好了 或者是 你是 background job 那 通常這東西 呃 不是很適用的 那再來是 這類的拖 通常就是只幫你分析 主要啦 主要幫你分析 滴滴這邊的明景 有用過就會知道 那 為什麼 因為 如果它要幫你 很仔細的幫你去量測每一個 就是說包卡 CPU放 而不只是IO放的一些問題的話 那它一定會影響你的程式效能很多 那你裝這類的tool 你當然不希望去影響你的production的環境嘛 所以基本上 你很難就是說得到一些 關於非PP部分的一些資訊 OK 那進階點就是 可能 也是蠻多人會用過的就是這種providing的tool 像Ruby這邊就會有一個 比較常用的是Ruby Pro 這樣 那它就是用起來也是很容易 就是你一樣插扣在你的前後 這樣 那 再用一個printer把結果印出來 那這個是 它產生的一個結果的一個範例 你會看到OK 左上角是一些資訊總結 那 包含你量測的一些模式 那跟你執行的總時間 像這個就是執行的四點多秒這樣子 然後 比較重要的是下面這部分 就是 這是一個排案吧 那它會把你就是說 你的程式裡比較慢的一些method 那就是按照最慢的那個 那由 就是往下排 所以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 它畫的 嗯 你可以看到 右邊這個是名稱嘛 就是那個method名稱 那 左邊 這邊是它所佔用你總執行時間的比例 OK 所以你們很清楚就會看得出來 就是哪些method有點問題 那還有就是 它中間還有一欄是告訴你 這個method call了幾次 那你這樣你就可以想一想是不是 喔 你是不是有哪些method 異常的執行很多次 因為遇期的還多 OK 那這個東西很好用 可是它還是有些缺點 一個是它不容易一眼就掌握全局 因為很多 它就是數字 一堆數字 OK 那再來是 它就是按照那個 就是佔用的時間排行榜這樣去排去那個method嘛 那 問題是你有一些method 它在很多地方都有互交道 那 你就會很難就是分析說 到底是哪一段的call pass 就是特別去 呃 用了特別多次 然後 問題是附在哪一段call pass 對 像比如說 剛剛這個例子 這邊 呃 有一個像 這個是很普遍的method嘛 就是strange to s嘛 然後 再來是 呃 這是一個自己寫的一個method 那 我在自己call pass裡面 這到處都用到 那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應該是從哪一段去修它 OK 所以說如果今天有個tool 就是 呃 它可以就是說 很方便的讓你就是 把所有的資料 做一個更好的呈現 然後 可以讓你容易去比較不同call pass的話 那再加上就是 在財報狗就是 因為 呃 我們是股票資料嘛 所以你就 可能就會知道說 我們其實不是主要是做那種 CiUV型的圖 而是我們會有很多的 background drop 那這種情況下就是 我們會需要一些 比較進階的圖 來幫我做 比如說 瓶頸的調查 所以就是後來 來去 survey 到就是說 這個火焰圖 那看起來是可以 你幫助我做這件事情 OK 好 那 嗯 嗯 那要介紹火焰圖之前的話 就是有一些相關知識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首先就是 code stack這個東西 作為系統有個code stack 那 呃 Ruby的VM本身 其實也有 每天一個code stack 那作用其實差不多 就是Ruby的這個VM 它會 用code stack 來記錄你的 master code的順序 那這什麼意思呢 今天就是假設 你今天有一個 M1這個master 然後它裡面就是去code M2 然後code完就return 然後 接著M2裡面呢 就是code M3 然後就return 然後 M3就是 喔 是因為一行code 然後就一樣return 那假設你今天去 從M1就開始執行好了 那你這樣一路這樣 執行到M2 M3 然後 從M3要return的時候 欸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 RubyVM怎麼知道 你要從M3 return回哪裡 為什麼是return回M2 而不是return回其他地方 那其實就是code stack的作用 就在這 就當你 執行到M1的時候 它就會記錄 你車子從哪裡跳到M1 那當你從M1 進入到M2的時候 它就會記錄起來 就說欸 我剛剛是從M1 跑到M2去 那一直類推就是 OK 我在M3的時候 它就會記錄一下 就是說我剛剛是從M2 跳到M3的 那當你執行完 從M3 return回去的時候 那它就從這個code stack 最上面就可以取得 這個資訊 那它就會跳到M2 回去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當我們寫Ruby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Ruby啊 每一個程式都會這樣 就是 當你發生Exession的時候 通常會看到一個 一些Dump的資訊 那這就是RubyVM當下的code stack的資訊 OK 那 這個當下的這個code stack的資訊 就是說 我們就把它稱作叫做stafftrance OK 這個 等一下要用到stafftrance 好 那 stafftrance其實是有很多行 很多個staffbrand所構成的 那每一行 你看到這就是一個staffbrand 那staffbrand 那staffbrand 記錄了method code的資訊 那包括 行數 那包括 method的 名稱還有檔名 這樣子 OK 那像以這一個來講 就是它有五個 五個staffbrand 那 剛剛你講了code stack的時候 講到嘛 那執行數據就是由下往上 所以其實是由 code這個method 然後再執行到 index 然後再來是 m1 m2 m3 這樣 那 stafftrance它還有一個 dimension就是叫做 深 depth 就是深度 那以這一個stafftrance來講 它的深度是五 好 那 OK 那有一個人叫做 Brandon Bragg 他是現任的 Netflix的 資深效能架構師 架構師 他覺得 現在的Tuber不好用 他就是 他常常在量performance 他是想到一個方法 他很聰明 就是 他首先呢 就是 先把staffrance 就是 圖像化 用彩方形來表示 就是 右邊這個灰色的 彩方形方塊 然後把不同的staffrance 用不同顏色區分 就像這樣把它上個色 那這個顏色沒有什麼 是可以異議 就只是區分不同的 staffrance 然後呢 重點是 你要保持這個status的順序 你不要任意的上下對調 就是要保持這個順序 因為這是call的順序 那 假設今天我有非常非常多筆 一千筆一萬筆的status 好了 那我把它按照時間盤序 那橫軸是時間 那中軸就是那個status的深度 那 以一個像你在上面看到的 綠色線這個垂直 這樣的一條來講 它就是一個status的sample 那也就是剛剛 那一個status的範例 讓你把它縮小縮小 然後就這樣一個垂直這樣 所以它這個就是 由左到右就是 按照時間盤序 就是time series的status這樣 一個一個的status 然後排在一起 OK 那 那這張圖 當然就是 通常是看不懂嘛 只是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那就是 因為status就是 每秒就是變動 上千次上萬次 電腦越快 就是 它變動越快 這東西很難分析啊 所以我們還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 brander rigid 那這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目標 其實我們是想要找到 最耗時間的callpath 那剛剛那樣子 time series的排序方式 其實是沒有辦法幫助我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另一個更好的呈現方式 那 怎麼做呢 我們把status 從筆層開始 按照字母的順序來排序 那你這樣做 你會發現 會好用很多喔 那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好 你這張圖 這張圖 你把它當作就是 它 直的來看就是 是一個status 所以最左邊 是 從x 往上copy這樣子 然後 總共有五個status 那是按照時間排 那 剛剛講到就是 我們要按照字母排序 而且是從底層開始 往上排 所以我們先看最下面 最下面這一行 那 照字母排嘛 所以就知道 x這個status 應該要放到最右邊嗎 剛才是照字母排 所以會這樣子 OK 這樣排 好 那排完最下面這一行了 那我們就開始往上一行 上一行來排 那上一行 OK 我們只要排這四個就好 因為x那個已經排好了 在最下 你才已經排好了 那第二 所以從下面數過來 第二行 這一個 OK 一看就很明顯嘛 我們要把b放在最左邊 這才是按照字母排嘛 好 那就會這樣 好 排過來 那一子類推 d 就是 這樣 再往上看這一行 我們只需要排 就是這三個就好 好 那我們就把f排到最右邊 好 OK 那這樣子就是按照字母的排序的方式 同時 最後 最後 我們就是再把相鄰的這些相同mencer 合併在一起 就是 合併在一起 這樣子顯示 OK 然後這樣的排序就變成由原本一開始的時間 然後現在變成字母頭 OK OK 那這樣做的結果就會讓 原本剛剛左邊看到的那個 Time Series的 這一堆看不懂的東西 變成一個 喔好像 比較看得懂的東西了 那這東西其實就是火焰圖 OK OK 好 那放大一點看就這樣子 那 那解釋一下火焰圖內部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去判斷它 這樣子 要怎麼去解讀 那 每一個方塊其實代表的是一個 method 就是剛剛有講過 那 單一方塊上面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方塊 那代表這可能是一個不同的執行路徑 OK 所以A來講 他可能在這個A這個 function裡面 有一段邏輯就是 就是 條件成立 那我可能就往 B這個 method走 那如果是 不符合 那我可能會走 G這一個Path OK 那 同樣的就是 C也可能這個狀況 他某個條件會走B 某個條件會走E 好 那 那 這個高度就是剛剛講過的 Status的Depth 那再來就是 寬度 這個方塊的寬度 跟進度這個 method的總時間程正比 那再來就是重點就是 欸 那我們 怎麼看就是 最耗CPU時間的 method呢 我們要看的其實是 最頂端的寬度 OK 那什麼叫最頂端的寬度 就是上面標示的 沒有被其他方塊蓋住的部分 那它的寬度 所以也就是說 以這個例子來講 最耗CPU時間的是 F 不是L 是F 再來是B 然後再來是E 再來是H OK 所以 我們就可以看出 F其實 滿可能就是你的 程式的瓶頸 那你要 去做 就是說 改善的話 那最佳畫F的效益 最高 就優先去做F 我覺得 那 像下面C B A B C還有G 這個就是幾乎不耗CPU時間 雖然它 像A就滿長的 可是其實 你不用去管它 OK 好 那 這個是 火焰圖的解說 那我們就開一個真實聯合的火焰圖來讓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是 我們自己 就是說一支程式它是計算財報 所以它 它是要跑很久 那所以那時候就是想說 欸 要找找看為什麼要跑這麼久 有沒有改善的可能 那 去看它 好 就是你這樣去稍微掃一下 看一下 那 剛講說是看最頂端的寬度嘛 對不對 那你稍微看一下有沒有哪一個是 寬度比較寬的 那看起來 欸這個好像有點寬 那再來是這裡 這個位置 那 左邊的都還好 雖然摳得很深 然後這個 一路摳上去 不過這個 一下就回來了 所以 我們可能要注意的是 比較偏這一區 那你就可以稍微對一下這一區 你 用到哪些Message 因為你寫的code 你可能就會很熟悉 你就稍微去點進去看 那它很妙 這個 這個火焰圖很方便 就是這一整張圖資訊很複雜嘛 那你如果只想看這個部分 你可以點下去 你點下去它就會展開 然後 只顯示 這個部分跟它之上的內容 OK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看到 比如說 它還可以這樣 比如說 把數值到上面 然後 它會告訴你就是 這個是 call的次數 這個Message call了一萬多次 那它佔據了 整個程式時間的 40% 40點多% 那 以我自己來講 就會覺得 不太合理 我這個東西 只是去 assess一個 set一個beta 為什麼我要佔整個程式 這麼久的時間 OK 那 那 我就 我就去我的course 稍微找一下 就發現 喔 原來是有一些地方 我 就是 花了太多時間在 merge 配取 然後跟 就是產生不必要物件 所以我經過了 就是一些改善以後 好 那我的火焰圖 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是 你如果一樣去看 這一個 這個data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總執行時間 變成 原本是幾 剩下的 反正是二十幾而已 那當然還可以再進一步改善 可是我只是改了 短短幾行而已 它就從 四十幾%變二十幾% 嗯 這也是一個 效應蠻高的改變 OK 那 火焰圖還有一些 它有一個功能 蠻有意思的 就是 它有一個search功能 假設你很好奇 就是 Active Records 是佔得到有多少比例 那你可以用這個東西 幫助你 它就幫你標上紫色 這樣很清楚 所以透過就是 你可以這樣子 滑鼠指導上面 有一些 資訊 就是告訴你 call了幾次 然後還有包括它 總執行的佔的時間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 你可以點進去 這樣點下去 然後進一步 就是看更細部的內容 然後再加上就是 剛剛展示的那個search的功能 那 就是 它可以更好的比 就是 一般的profile tool 讓你更容易去 就是 做一些 量測 然後找出你 效能瓶頸的地方 OK 好 好 那 剛剛講的火焰圖怎麼去看嗎 那 現在講就是 怎麼要怎麼產生這東西 那以Ruby來講 常見的就是 三種 好 那 第一種是用 Ruby Pro 然後搭配 一個 Brand Graph的 Printer 然後跟 就是一個 Script叫做 Brand Graph.pl 那這個東西就是 我剛剛講的 火焰圖的發明人 他所寫的 一個Script 那優點就是 他的火焰圖是最清楚好用 就是我剛剛開出來的那張真實的火焰圖 就是用這一個方式去產生的 那 他一個優點就是 他任何類型的Ruby程式都可以用 就是包括 非光駕這些都沒有問題 你就是插Code進去這樣 那缺點是 他對 部分形象很大 就是你要是 那個Code 你插了這個 Provider進去 那他 執行速度可能會變成 就是 就是 被救吧 OK 所以 火焰圖不適合用 那實際上 用起來大概就是 這裏一段Code 那你就在前面 插這個 Prov.start 然後 Code結束的地方 就是 Stop檔 那你就會得到一個 Result 那你在 另外一個Print出來以後 那 把它就是 存到這個檔案裡 用這個Print把它存到檔案 那假設叫做 Result.brand 那接著你就去下載 下載這個 Brandon Greg 他寫的這一個 這個Pro的Squid 那你就執行這一個 Squid 那你就會產生出 一個SVG檔 然後你就用瀏覽器 打開就好了 那 實際做一次給大家看 好 這是 一個Result的 Controller 那 我這邊有一個 就是很慢的 Vancent 我想要就是調查看看 那我就在前面 塞這個RubyGrow 然後 這邊打 那我在 跟剛剛的 我影片一樣 講的一樣 就會把它印出來 存到一個檔案裡 這樣子 那我就實際去執行 這行Code 好 他就會去執行這行Code 那就會發現 好 那我剛剛有一個resulting frame 那我用這個framegraph.tl 我去執行它 然後產生一個SVG 我再 去打開這個 這個SVG 那你就可以發現 嗯 我也剛剛 我也塗了 好 欸很奇怪喔 什麼 怎麼有一個地方頂端特別寬 你知道 這邊就 快就結束了 欸 Sleep在幹嘛 這樣子 那你就去看你自己的Code 嘛 好 我去看一下我這個Slowmaster 到底在幹嘛 好 它在這裡 喔 這邊 你Sleep了0.1喔 就是搞笑 這樣子 好 那我把它刪掉看看 啊 刪掉以後 我再run一次我的這一個網頁 然後 然後我再 重新的產生一次火焰圖 然後再打開一次 喔 我剛剛那個 Sleep很久的圖見了 然後 原本很窄很窄的 其實是它這麼豐富的內容 這樣子 OK 好 這個是第一種產生方式 用Ruby Pro 好 那 第二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 就是 用REP Mini Provider 就是一個Gen 就是它可以幫你量測一些 SQL的速度啊 或是很多 它很好用 然後 它可以搭配兩個Gen 一個叫FriendGraph 就是標題寫的 FriendGraph 搭配StandGraph 搭配這兩個Gen以後 它就可以幫助你在REELS環境很容易的產生 OK 那 它優點就是 REELS環境 REELS環境最容易用 而且它可以用在FriendGraph 它平時不會執行 它平時不會執行 你只要 就是 在 你的網址加一個 參數 它就會幫你 就是給測這樣 那它缺點是 因為它是 就是要搭配這個 RAP Mini Provider用 所以 它只能針對 HTTP GAT Request的量測 不能量 Post的Page 之類的 其他的這種 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 它沒有辦法量 AgronDrop 還有就是 一個麻煩的地方就是 它是針對整個 RAELS的Stake 去完成測量 所以 你會看到就是 有些很多內容 是你不想要的 因為是RAELS 抽的非常非常的深 會有很多很多的資訊 那 實際 要產生的方法就是 你去在你的RAELS Project 裝這三個券 然後在你的網址 就加上 pp等於frameware 這樣就好 那實際試一次給大家看 好 這是剛剛的那個 Project 那我已經裝好那些券 那 reload 都可以去 這樣子嗎 是這個頁面 那我只要 加上 欸 問號 gb等於frameware OK 都產生了 很簡單吧 可是 看不太懂是什麼東西 因為RAELS 我只要靠太深啦 是不是 對啊 那他有幫你就是上色 幫助你去理解這個東西 像 REALT 就是稍微是深橘色 然後 Spronky Reals 就是綠色 這樣子 Support OK 那大家可以自己玩玩看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 那 他有一種 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 他很不錯的地方是在於 他可以針對運行中的 如以程式量測 你不需要插任何code進去 也不需要裝文件 OK 然後 夥大選也可以用 那缺點就是 他沒有辦法精準決定量測的開始 跟結束時間 OK 然後再來就是 他是用Rust寫的 所以 你要自己去下載Social Code 然後去Compile這個Core 稍微麻煩一點 不過 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好 那 用方式是這樣 那你就是先下載Social Code Compile以後 你得到這個Tool 那第二步就是 你找出你想要兩側的那個Process的PID 然後就執行這個Tool 就可以幫你聯絡 好 同一樣就是 用剛那個小網站當範例 這個Tool是 我剛好那個網站 那我先找出他的PID是多少 他的PID 有 24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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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就輸入個PID進去 那我 好 好 我說完以後我就對我的網站做一些動作 看他們錄的全線 我一下 好 那我這時候 他就開始提議在兩樓 那我就趕快來 我來 我就是試著 用一下我的網站 好 多LOG幾次看看 多LOG幾次 好 然後我就趕快 停掉他 那他就會告訴你 喔 他產生了 產生了 產生了一個Brand Web 很像一個火焰圖在這個位置 這裡 好 自動幫你產生好了 然後就打開他 好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了 那 他比較不一樣 他是 上下順序反過來 剛剛是 這樣子 像三角 三角平道往上漲 然後他就是往下漲 那因為我剛剛 一直開著那個tour 然後實際上是LOG頁面的 實驗很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 只有這邊是真正LOG頁面的行為 對 那剩下這些都是在IDOL的 那我就可以點進去看這部分 就把它展開來看 OK 那你就可以看 你就可以自己去觀察看看 是不是哪裡 就是 很慢 那跟你預期的不符 這樣子 OK 好 那 其他有一些進階的引用法 像是 你可以排除部分的method 你不想要的 然後還有就是 你可以合併不同機械的結果 或是不同process 你可以各自兩個方式 把它合併起來 不過這部分 因為時間不夠就不要 花時間解釋 搭配自己上網卡 好 那 OK 我的報告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可以做到這邊 所以 我可以做到這邊 你不可以做到這邊 我可以做到一個窗文 的電話 我可以做到這邊 我們可以做到這邊